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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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杨茜茜 差不多了 快过来看看 哇 挖得真深啊 好了 万事俱备 就等那个倒霉的仙博掉进去了 嗯 盟绍 那我先走了 记得到时候把那个倒霉仙博入梦的经锢一五一十的告诉我 好 走啊 你自己设的陷阱你不留下来看热闹啊 你小声一点 非得这么大声大家都知道我逃学啊 你去干嘛去 今天下午 今天下午第一节课不是夫子要宣布中学竞技赛最终人选名单吗 我得赶紧回去抄书啊 不然全都白费了 哦 那你快去吧 回到老子圆圆本本讲给你听 说好的啊 老子圆的同学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奇怪 今日父子怎么不在书院啊 见过三殿下 你找敌军有事啊 三殿下有所不至 前日西方犯敬佛陀大驾 明里是与帝君论经 实则是为了商量妙已冤一事 本以为二位先尊必然要切磋许久 怎料帝君却另有安排 此等关系到天地存亡的大事都能施约 想必是真有什么事 今日我借着娶回帝君在凡间运步的机会 想再来探访一番 不知帝君的 不在 你来得巧也不巧 还请三殿下解惑 这巧的事 这事跟你我都有干系 不巧的事 帝君短时间内怕回不来 来了来了 先博来了 来了 快来了 快快快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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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见学君 免礼 帝君 请 你 这 冰箔里 你站住 你居然还敢来 要不是你 老子怎么会在这犯银骨 被困半年之久 老子要找你报仇雪恨 住口 你这大胆狂子 敢对帝君如此无礼 还不速速退下 退下 帝君请息怒 是老夫管教不严 可后定会严惩于他 请帝君上座 帝君 夫子 今日天气甚好 不如我们在学院外讲学如何 茶水一事 本就取法自然 在白鹿林中教学授授 令我等学子 更能习得天地之妙气 是 是 是 简直是胡闹 近日东风凛冽 怎能劳动帝君去外讲学呢 可后都给我发愁 夫子不必动脑 在外讲学也未为不可 今日虽有风 但阳光晴好 不如在外设习 教学讲授吧 是 帝君 夫子 外面请 说过多次 我继为你们的老师 以后换我老师即可 是 帝君 外面请 请 你不向我道谢吗 道谢 老子凭什么谢你 怎么 难道你不是为了姬衡 留下来的吗 我跟他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告诉你 一马归一马 你别混为一谈 住口 你这大胆狂徒 敢对地居如此无敌 不死 不死 老师 学生这就派人 将父子寻怀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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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点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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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想说什么 盟少 你们这是去哪儿啊 怎么了 九哥 父子扬言要扒理你的皮 你擅自珍重啊 既然 父子这么生我的气 那我是不是应该快点 把这手冲给他送过去 小燕 你这是 在干嘛 小九 你说我是这么怀道好啊 还是这么怀道好 还是先这样怀 然后再这样怀好啊 我觉得你这么怀几道的话 应该会显得更阴气点 你也觉得老子这样 根本不阴气对吧 你这是怎么了 要不然老子 叙叙胡须呢 你吃错药了 跟你说正经的呢 冰块脸亲口答应我的 不会再干涉我跟姬亨来往 什么冰块脸 我问你 为何父子仰言要扒了我的皮 蒙尚没跟你说呀 没有啊 我得罪父子了 老子看你在这儿 一点儿不着急逃命 心里就把你定义为一条英雄好汉了 原来你什么都不知道啊 别跟我废话了 赶紧告诉我 父子为什么说要扒了我的皮 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 对你来说应该是 喜忧参半 我这个成语用的对吗 就是你设的那个陷阱 你想框的人没有框进去 倒是你一直在找的夫子 他在发脾气的时候吧 他就是 小燕啊 我真的很欣慰 你终于领悟到姑娘们不同以好 乃是因为你这张脸长得太过标致 嗯 总之就是夫子他 掉进了陷阱 什么 不过他没事 他只用了半个时辰就脱身了 然后他就说要扒了你的皮 我 那他要扒我的皮 那我就说说我还 给给给他吗 我看 你就是三跪九寇地乘上去 估计他也不会放过你了 那怎么办 不过你不用担心 我都说了 九哥 冰块脸 你给我站住 我话还没说完呢 逃命要紧 他不是一直盼着冰块脸来吗 帝君 帝君他怎么可能此时出现在此地啊 他竟然半年前没有及时前来 半年后案里更不可能了 他此时自然该是在天上不知哪一处 报本符经垂吊根说得通 我今日定是撞邪了 撞邪的 怕是老夫吧 父子 差点被你这萧萧暗算 逃 逃 看你这顽园往哪里逃 你今日所作所为 为事 发你蹲个水牢 不愿吧 父子 你先息怒啊 我 我 你 你看 你看 你看父子 你让我抄十遍书 我都抄了二十遍了 看在我如此诚心的份上 你叫该开归手吧 再说你看这苦寒天 如果蹲个水牢的话 可能也会动机仙身 看在我夜宵族与比翼鸟一族十分友好的份上 父子 您就高抬贵手 少罚一点吧 还敢跟我讨价还价 近日为师 就你这捆线索 锁住你的选择 让你好好长长记性 要罚就罚 说什么我言大义之词 如果我今天皱一下眉头 我就不算好汉 好 今天不让你长点记性 为师 今就死掉这宗血之职 走 你让他去蹲水牢 谁来伺候他 帝君 帝君 这 你说 他为何这般仓促逃走 怎么一言不发 难道不为方才的事 说半个字吗 你还要我谢谢你啊 不妨说来听听 所以你是来救我的 早半年你干什么去的 现在才想救我 告诉你我不稀罕 让开 别挡到 我半年后来救你 跟半年前来救你 有什么分别呢 当然有分别了 让开 所以 你是在使小兴子了 没有 我看你还有心思捉弄夫子 想来在这国内 也不是很不顺心吧 那你编成一块丝帕你试试 你编成一块丝帕你被带去决斗 还要一路担惊受怕的 最后还要掉进悬崖里面 被困半年之久 你试试 看到没有 你再问我这种蠢问题 这只松枝什么下场 你就是什么下场 小的时候脾气上来了 我可是跟西天犯禁的佛陀爷爷 都争吵过 虽然我也没得什么好下场 回去就被我家那老头子 拿着一个大棍狠狠地教训了一顿 但是这样 方才能够显示出我青秋红糊 我禁锢不让徐梅的英雄气感 是问 这世间有谁敢当着佛陀爷爷的面 同他叫板啊 我就敢啊 再说吧 这世间又有谁敢当着 当着你的面 说要把你揍得跟一节断松枝似的 我又做到了 所以你现在感觉到 很钦佩自己 感觉很爽 很有趣 想必你现在大约也是生气的 你们这些大任务 一向是受不得一丝气的 想来今日 也不会是这么平安了结了 那我们就痛快地对打一顿 将根院了清了也爽快 虽然极有可能是你把我揍得 像一节断松枝似的 那么能将对方揍成什么样 大家就各凭本事了 所以你的意思是 你因为变成斯帕 流落至此 十分愤怒 倘若我愿意试试 也愿意变成一块斯帕 任你趋浅 或许你就不会那么愤怒了 这又何难 这是幻觉吗 我没有让你变成斯帕 这个花 跟我那方斯帕比起来 果然是大吉许多 白坦香 我稳当 别吊在地上 我怕了 你还怕什么 你还怕什么 你怎么不说话了 也是 堂堂难辞汉一言九鼎 既然你自己都主动变成帕子了 那我总不能功夫你吧 你不是怕冷吗 那就让你在水里好好泡一泡 还想似乎不得相似 想似几朵骗子 有缘无多爱 想似梦 你不想似梦 不是说 只要我解气怎么样都可以吗 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 想似几朵骗子 愿曾无自的书 默想轻身的温度 写梦花几番车骨 最怕 一个人 技术 哦 是是荒凉了相思 多几全相思 最相思不易相思 天不老人不负 还挺坚强的嘛 捐衣上都不可 看来 这并不是帝君随便换画的 可能是金横送给过他一张帕子 他变身的时候 便不自觉地变成了那张帕子的模样 九哥 昨日你受惊了 今日本少特地设宴给你赔罪 来 昨日之事啊还真是惊喜 幸好夫子替老师挡住了落入陷阱之灾 明明通知说是因为先不来待客 怎么最后还是老师亲临了 这帝君 不会当真是为了救我而来的吧 那个冰块脸 不 东华每十年就要来一次吗 不错 老师每十年都会来谷中讲学 说起这事就来气 自从岳师来了范英谷 每次帝君来讲课都是他随事 听说他还是帝君的旧相识 那这次岳师闭关了 应该就不用随时左右了吧 帝君一入谷 他便出关了 出关了 正是 现在 应该已经搬到帝君常住的御灵院了 什么 别 你 你真的出关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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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榜山 快 你 你 好 好 不 你 啊 你 好 你 怎么 小燕魔君 你对我的这份恩情 日后有机会 我一定会想办法还的 只是 只是帝君 我欠他的更多 也更深 我已经发誓 要长留于谷中 只要帝君来 我就侍奉左右 所以小燕魔君 也请你别再为我费心了 我知道你以前 有很多伤心的事 可那些都过去了 以后我天天陪在你身边 给你讲笑话 不好吗 那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那冰块里会的我也会 他不会的我更会 你别随时他左右 我随时你左右如何 随时与否 都是我与帝君之间的事情 与魔君无甚关系 好 好了 我要给帝君 准备查席客的茶具了 小燕魔君 请自便吧 你知不知道 你这样不请自来的行为 是很不尊重人的 麻烦你出去 给我把院门带上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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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冰块里有什么好 季恒偏偏对他念念不忘 你来范茵谷几日 可否察觉庙遗愿有何不同 这是传说中的叠咒术 不出之前所料 三毒灼溪果然在逐日积累 幸好一切尚在掌握之中 过几日 我便亲自去进化调服 在水里也浸过了 在火里也烤过了 还被小燕那种粗人 拿去擦过桌子 这么一来 我的气也消得差不多了 等你烘干以后 我们就病逝前嫌吧 小燕 你怎么了 怎么不说话一直哀声叹气的 我刚洗干净一次 那你说什么 没事 我给你倒水啊 不用了 老子一直以为自己的修为 已经跟冰块里差不多了 但是刚刚老子经过水月潭边 居然看到他在试用叠咒术 叠咒术 叠咒术不就是要把两个不同的时空 叠加在一起的术法吗 对 他把范英谷和九重天连在一起了 我听说这种法术真的很难的 不到万不得已的话 是不会轻易使用的 可是九重天发生什么事了 他在下棋 下棋 气就气在 他使用这叠咒术 不过是为了方便跟天上的老友下棋 老子刚才看见他 跟天上那个花花公子在下棋 就觉得 自己输了 虽然他这一向的确是赢了你 但是你总有一些长处是他比不了你的 何必以己之短去比他人之长呢 老子的长处 比如说 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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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你比他上的姜妹漂亮 等一下 你方才说东华同莲宋下棋是几十来招 就是刚刚啊 他们现在应该还在下 作为一个神仙 你怎么可以这么无耻 你 你说谁无耻 是可人殊不可人 当初你决定骗我的时候 难道就没有想过 坦荣发现这个骗局 会恨你一辈子吗 还是你觉得 我根本就没有识破你这个骗局的智慧 你给我等着 自从和你相交之日起 对你嫌殷勤的女仙也不在少数 却没见你对哪个女仙特别感兴趣 今日你怎么就对青秋这位小地鸡 另眼相看呢 好奇 你这刚入范茵谷没几日 怎么就把青秋这位小地鸡又得罪了呢 我看他气冲冲过来的样子 像是要拿把刀把你斩成八段 没什么 低估了他的智慧 糟糕 竟被这叠咒术逼得献出的酒尾 这样子怎么有杀气啊 说不定还会让他觉得非常心急可爱 你这样戏耍我有意思吗 你看着我做什么 我们是不是见过 你说什么 我说我们是不是曾经见过 你从未见过青秋地鸡 你小的时候 我是不是救过你 可我隐约记得好像 帝君辞行普及众生 这种事情自然不会放在心上 我救过你一次 你还没来得及报恩 我骗你一次 你不计较就当报恩了 帕子还我吧 你将它折腾的调色 我也不同你技巧了 我早已报恩了 什么 这个 你这么想要回这个帕子 是不是因为这上面的花 是金横台修给你的 不要 不要 他近日的确要比半年前在九重天上 生动活泼许多 其实我大约看出来了 他是因你耍弄他变帕子之事而生气 而你也悟到把自己变成帕子供他蹂躏他就消了气的道理 那你为什么非要变块假的来框他呢 我又不省 诚然你不省 不过造成此种糟糕的近况 你若能干净利落地把它处理好 改日见着你 我尊称你一声爷爷 听说太上老君近日练了一味丹药 服下几颗选择性遗忘一些事情 没有解药绝对记不起来 你择日替我去拿一瓶吧 你这样是否有些无耻啊 不觉得 下次见到我 记得叫一声爷爷 喂 喂 喂 东华 这还是超然不动 这还是让我们这些六根不大静的牵者们 自探俘虏仰貌莫及的帝君吗 四明儿 你也看到了 从我们与帝君相交之日起 愣是他的一个把柄也没拿住过 八卦如你我 这是一件多么没有意思的事情 如今他却对一个三万兰岁还没长开的小地机另眼相看 你不觉得这件事情就好像是 被雷劈了 这 正是 你也有这感觉是吧 非也 三殿下 我说的 是你现在就是一副被雷劈了的表情 你不觉得奇怪吗 难道你没有这种感觉 三殿下你是不是忘记了 在帝君众多的喜好中 有一条就是喜爱圆毛 奉九小殿下的圆身 很少有人能抵挡得住 在他小的时候啊 有一次调皮 把八豆放入了白针上神的饭中 害得白针上神 足足拉了三天的肚子 小殿下只小小地陷了一下圆形 白针上神立即就原谅了他 小殿下那个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没完 说呀 九哥 小殿 今日要公布中学竞技赛名单了 你们不留下来等等看吗 看什么 肯定没老子 为什么 老子没兴趣 你哪是没兴趣啊 是夫子没把你放进名单里吧 要说这名单 本少也没多大兴趣 毕竟每次夺魁的 都是本少 草以无趣 还说我 那你呢 就凭我与夫子的关系 恐怕我也进不去名单 皇兄 皇兄 女君有事与你商讨 特命我来找你 我知道了 那今日我就不陪你们等候 公布名单了 不过你们也别太担心 说不定是有转机呢 走吧 告辞 放马了 走 我看看啊 有啊 我看见了 向李蒙竭律都在 你 行了 别看了没我啊 不是 我是说 夫子既然晓得你同冰块脸是旧食 而你和冰块脸又是老相好 老相好这个词不是这么用的 再数了如今我也跟他没什么关系 我的意思是 夫子应该卖个人情给冰块脸 会不会抄名单的人写漏了 我看他也不是为强权之人 那就算了吧 反正这什么鸟宗学竞技赛也没什么意思 你说若是我向夫子扶个软灯门向他道歉 他能网开一命让我进入决赛名单吗 万一他三针九裂不肯呢 你怎么对这个宗学竞技赛这么感兴趣 依老子看的 我得去试试 每一次都不让我把话说完 九哥公主 夫子 你 你怎么来了 夫子 九哥顽劣 其实在学堂当中 我设的那个陷阱是为了要捉弄同学的 却没想到让夫子掉进洞中去了 九哥在这里给夫子赔个不是 小事里装罢了 九哥公主何须介怀 夫子 这个是治风寒的药 如若说因为我的缘故 害夫子掉进洞中 还染了风寒 那我罪过可就大了 怎好劳您大家 今日 帝君还好吧 他 他 他的事我怎么知道 父子 那个 宗学竞技赛最后的人选名单 是不是把我给漏了呀 宗学里头 竞技只是末流 你根基还没打好 怕事不适合竞技决赛 万一受伤 我如何向帝君交代呀 是不是 好了 回去吧 若有事换我过去就行 需要我送你回去吗 父子你好好休息 我告退 小九 小九 蒙少说醉里仙新来了一群舞鸡 舞跳的一绝 快约咱们瞧瞧去 你怎么了 难道 夫子没答应 老子早说了 你跟冰块脸是老相好 这事你让冰块脸帮忙不早就解决了 我的事跟他没关系 不是早就跟你说过了吗 再说你不是跟他有仇吗 干嘛老提他呀 你们俩和好了 其实冰块脸入范英谷的第一天 我跟他狭路相逢的时候 立了一个约定 只要他不再继续干涉我和姬衡来往 我也就不找他抱着血汗了 他和姬衡有什么关系 我忘了告诉你 姬衡也在谷中 姬衡也在范英谷 他就是蒙少和杰律说的那个宫廷乐师 其实老子一早就认住他来了 不过他一直不肯承认 他是怎么到范英谷来的 这个他具体倒没说 反正就是阴差阳错来到谷中 然后留下做了宫廷乐师 那他现在又承认自己是姬衡了 冰块脸每次来讲学 他都会出关随事左右 他看抵赖不了就承认了 你说 我们俩是不是特别有缘分 老子跟你说话呢 原来 他们俩早就见过面了 这些年来 狄军和姬衡一直都有联系 那又如何 他对他真好 就算他逃婚了也不计较 虽然帝君没有记忆 可当初在凡剑 季衡还企图帮着别人盗取灵壁石吗 可 好也没用 季衡是老子的 之前他记忆全尸 还是老子一点点帮他找回来的 只不过可怜他当初流落凡间 被人利用 别想了 蒙少还等着咱们呢 走吧 我不去了 你们去吧 行 那我走了 我当帝君来犯淫蛊是为了救我 看来 我永远只是他顺手之举 算了不想他们 当务之急还是要拿到平婆国 既然求告父子无门 我只能另想他法了 你要去偷平婆国 你们小声一点 蒙少我恶宁 如果说我没有进决赛名单的话 那我是不是就只剩下偷这个选项可以选 要偷平婆国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那树虽然看似无人看管 但树的周围立着四座石雕 四座石雕怎么了 要是谁真信了 那只是几座石雕 那可太天真了 莫非这四座石雕有什么玄机吗 这玄机就是 每座石雕里头 都藏了一尾巨马 专门守护平婆鼠 要是谁想打平婆鼠的主意 还不等他的手靠近国子 咔嚓一声 他的头 就被巨马给啃下来了 所以啊 我劝你还是放弃偷平婆鼠这个念头吧 我也只是问问而已 既然这么危险 也没有必要葬身蛇腹 还是命比较重的 九哥 我可没跟你说笑啊 千万不要冒这个险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嗯 嗯 什么怕了 我什么时候怕过 你 不行不行 我还是最怕蛇了 小酒 小酒 你干嘛去了 吓成这样 吓死我了 老子又不是故意的 方才看你匆匆跑进来 叫人受了惊吓 叫你你又不答应 才过来看看你 我没事 那个 你明天要去上茶席课吗 冰块脸的课啊 老子才不去 老子只喜欢姬横的音律课 姬横琴齐书 行了行了 我知道你对姬横琴身 但是也不太好 为什么每次都这样 明早我还去上课呢 你快走吧 我要休息了 小酒 快 兄弟呢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你若是有什么心事想说啊 我会耐心听完的 知道了 早点休息啊 老师 老师 怕你夜里着凉 所以特意给你送来一床丝杯 好 最多的东西 要不要再来 好 那么 有点 想水 你 咱俩 你 一个 老师请喝茶 你的秋水毒可有在放 多谢老师关心 按照老师的吩咐 平时无事的时候 常在谷中闭关休养 现在已无大碍 如此便好 那明天的茶席课 你照常准备即可 是 老师 此次在谷中讲学 是否按照惯例 在谷中停留半月 此次未定 或许再多留一段时 是 那老师早些休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入梦成全 当珍藏的爱恋 被续写成篇 当珍藏的画面 指润润润你的眼 偏偏 偏偏 因你 改变 像歌诗的情欢 回味了的心愿 偏偏 偏偏 不知 不知 跃进了苍苍的颜值 带你轮破的线 你是我心口 缠着绵绵温温温的人间 爱却不可说得远 是风浪的遗憾 是风浪的遗憾 是风浪醉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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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声望安全 心意不变 我心口人间的天 是风浪醉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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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人声 是风浪醉变 是风浪醉变 女色